人间的烦恼 家庭的矛盾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让我们生生陷入了忧郁自闭当中 全世界忧郁症的病人 在想不通自责当中 已经有三亿四千万人 每年忧郁症自杀的人 在全世界有一百万人 现在人的生存的空间越来越小 压力大 德国航空公司副驾驶员 罗比茨严重的忧郁症 带着几百个乘客 架着飞机撞向了山峰 就香港而言 香港今年三月 在九天当中 发生超过六到十一岁 到十二十一岁的学生自杀事件 就有六起 自去年九月到现在 已经有二十四个小孩自杀了 用佛学的包容 宽容 慈悲 可以化解人生的烦恼 认识人生的烦恼 懂得这个世界是一个苦空无常的世界 一切生不带来 死不带去 人生只是个旅程 台长告诉大家 人生是一次无法重复的选择 所以要想通 想明白 那才能放下 才能得到心中的解脱呀 每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 都会有劫难和烦恼 这样才会使我们恋恋不安 如果我们把每一个人的一生 比作是一个修心的禅 我们就是要在无止境的烦恼和困苦当中 去越过他们 去放过他们 去抛弃他们 因为这些烦恼永远不会断掉 这样你就永远会站在烦恼和自身的痛苦之上 所以逆境是我们成长必经的道路 勇于接受逆境的人 这些人生命会茁壮 勇于去除烦恼的人 他的会命就会成长 台长看到一则新闻 说的是有一位病人 带了很多的钱 在医院里看病 最后当确诊为 他是晚期癌症的时候 他拿了很多的钱 丢在医院的走廊上 狂哭狂叫着 连命都没有了 我还要钱干什么 在澳洲 一位父亲因为想不通 带着两名七岁和五岁的孩子 开着吉普车冲向了大海 三个人一起死亡 在澳大利亚中海岸的两家 发生了争执 愤怒之下 一个男人 在15分钟之内 很冲动的去开了一辆残土机 把另一家花园洋房 整个毁掉 在照片上看 就像地震过一样 台长告诉你们 这个世界 有多少人在烦恼当中 选择了自己的末日 有多少人想不开 成为了欲望的奴隶 记住 悲惨世界 是由自己的心态造成的 我们的身体再大 但我们的生命 仅仅需要的是一颗心脏 多余的脂肪 会压迫我们的身经 多余的财富 会拖累我们的心灵 多余的追求和幻想 只会增加一个人生命的负担 希望大家 学会放下沉重的人生包袱和欲望 过度的需求 那将伤害于你 舍弃执着 还自己一片纯净的天空 这才是学博人的善心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